AM730的朋友,大家好 希望大家8月份會來支持我們風車草劇團的 三聖村的Little Mermaid 我們這個舞台劇叫做 三聖村的Little Mermaid 就是我們風車草的災難系列的第三部曲 如果你有看過《米線女戰士》 你有看過《通賽街喪屍戰》 去到三聖村的Little Mermaid 你聽過名字都知道 是一個很貼地的 很和香港有關的 而且是一個很搞笑的舞台劇 《美人魚》擺明是一隻怪獸 大家看到美人魚在海灘的時候 你都會害怕 將它擺放在香港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將它融入了一個 日本的真實人魚傳說 如果你吃過人魚肉 你就會得到長生不老 這是我們這個故事的起點 坦白說 這次是有了班底 我才想過故事 純粹是因為 這群人很想一起合作 即是我們的默契和火花 已經在這裡了 但是這次真的一起 撞下去一個這麼貼地 關於香港的故事 我也很期待 因為他們這個組合 令到我寫劇本的時候 很多幻想 我覺得每個人的質地都很強烈 我可以透露 在這群人裡 我們會有潛伏在這裡的人魚 簡稱上了汗的人魚 我們會有吃過人魚肉的人 已經長生不老的人 亦都有很想吃人魚肉的人 亦都有知道這些秘密 但是很想保護人魚的人 以我所知 我是做一個運輸的 運輸的工人 運輸的工人 然後我就是負責運海鮮 海鮮供應商 是的 我是不是說話 有點口齒不清 是的 所以覺得挺有趣 因為又有些不同的新嘗試 暫時沒有對白 那怎麼辦 天佑的角色 他真是演技大挑戰 因為他會是一個 口齒不清 甚至是近乎雅的一個人 他是會用大量身體語言去表達 但是放心 他仍然會唱歌 不說話 但會唱歌 演技大挑戰 我們會不會跳舞 這個問題是很好 我每次見你跳舞 都是跳得非常合拍子 我都是看你跳舞大 我跟阿君是老夫婦 人碎夫婦 九十多歲的人碎 一提醒 三聖村的開始和衰落 我們就是三聖村海鮮檔的老闆 和老闆娘 我們非常恩愛 我很愛我老公 所以我老公叫我做甚麼 都會很幫忙 我的角色就叫做阿蓮 我這次就會是阿Dee的老婆 我就不再是她的老婆 我們是有很多藏氣的 我們兩個其實很深愛大家 我們還要是呈定了一生一世的 我們那些藏氣就是捉迷藏的藏 就是我說我是一個婦科醫生 但是我本身我身份都是有一些獨特之處 而在演技上面都會是一個新的挑戰 是會像Ariel 就是會紅色頭髮 小如鮮 就是外表 你會看到我好像是一個很專業的婦科醫生 但是其實我背後 我藏起來的一個秘密是驚人的 我想我這部電影最大的挑戰 就是要把我自己的真實人生擺出來 因為在裡面那個角色就是人老豬 也都接近停經的階段 那十一雙門我都差不多走到這一步了 所以呢 這部電影最大的挑戰 就是要把自己很赤裸地擺出來 阿祖寫我的角色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還有要很誇張的老公 但其實我是很火爆的 不過演戲又很有趣 我發覺是出了東西的 如果有選過的話我會選你原本的 因為出了東西的我不是在三聖村大 所以我就要做很多研究去找 找那些東西 但其實這是另一個優勢來的 找了回來的東西 會擴闊到自己看東西的眼光 因為整件事 那一開始是來自我小時候的一個真實經歷 我小時候住在香港仔 然後有一次放學的時候 就經過香港仔海旁 就是同學亞利洲中間的避風堂 避風堂那裡見到很多人在那裡聚集 那時候還沒有互聯網的年代 大家手機還沒有 好像我是初中還是小學 有一艘船捉到美人魚回來海鮮碼頭 兩大電視台都有去的 但最後就是不了了之 整件事 有人傳出來的版本 就是那個美人魚恐嚇那班人 就是說如果你不放了我 我就會整個大的災難毀了整個香港 所以大家就放回美人魚 變成了一個都市傳說 網上也有的 其實這件事 那我就會覺得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現在會是怎樣呢 那這個是我的創作起點 為什麼是三聖村呢 因為我有些私心的 我在屯門大 而三聖村很熟 因為我小時候我阿姨就住在三聖村 所以三聖村有很多很舊的傳聞 因為你聽三聖村這三個字 你好像三個聖人在那條村裡發生了些事情 原來裡面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神怪的故事 好像有一塊石頭 你不可以搬它 一搬它 整條村的人就會有血光之災 那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還有三聖村呢 它是其中一個在屯門很早填海 然後得到一條屋村 那這些變遷呢 我覺得放下去呢 會好過里原門 因為里原門呢 大家都知道它現在是賣海鮮 那賣海鮮的印象很強 但是三聖村呢 我覺得它還有一種神秘的 比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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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從小到大 我是很… 我是很喜歡美人魚的 因為我喜歡游泳 然後我很喜歡海底世界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 如果我有一條魚尾 那我就可以游得很快 那我就會很方便 可以在水裡呼吸得很方便 但是大過了之後 看不同的人魚的故事 又覺得很慘 這個生物 因為原本那個人魚公主 那個故事 安徒生童話裡的人魚公主 她是… 她是… 她是為了愛的人 然後付出所有東西 最後變成了一堆譚 一堆泡沫 在海上 然後她為了愛而犧牲了自己 大大一下之後就發覺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為了愛而犧牲自己 不過沒有人捨他們 這樣 因為我從小 我小時候有看美人魚 但是我經常覺得美人魚 想到美人魚的故事 我想不到它可以怎麼發展 因為好像有點悶 所以我從頭聽到它這麼厲害 但原來可以發展到 今次的劇本就是去講人性 我記得第一次看美人魚的時候 我是被一個概念 刺激到的 就是如果我要上岸 有對人的腳 我要拿一把聲去換 那時候我小時候看這個故事 原來我得到某一些東西 我要拿一些東西去換 我小時候覺得很慘 原來沒有一把聲 但有雙腳 如果給我呢 我寧願保持一把聲 這件事令我想起 什麼對我來說是重要 然後為了我的生命 或者為了愛情 我會願意拿我最重要的東西去換 我們在現在的香港生活 一直生活下去 如果我們想有美好的生活 未來的日子 那你要拿些什麼出來換呢 我就覺得美人魚是很漂亮的 是一件很… 很… 我想相信是有的 即是一個這樣的神話 雖然有人說 找過見過 而是一些很醜樣的生物 如果我是和美人魚在一起的話 我會不會利用它一些什麼呢 或者會不會令我反映到自己的人生 其實啊… 什麼為之好 什麼為之不好 什麼為之應該做 不應該做 即是會衍生到很多這些問題 我就很喜歡游泳 都很喜歡水族館 但我是很怕海的 所以小時候我想到美人魚 我覺得他們很棒 同時間因為大海 給我的感覺很黑暗 很冷 很孤獨 所以如果我要做一條美人魚 在海裡自己這樣游 我就寧願做愚蠢的人類 但美人魚就是一個 自己獨來獨往的一個生物 從小到大對他那個印象 還有那種 因為我要上來 陸地那裏同一個人去愛 然後我就要等價交換一些東西 我自己覺得最理想 最好的一個交換 應該是我用一件東西 去換取到一件我自己很想要的東西 而我覺得很滿足很快樂 那就是最好 這個香港災難的三部曲 其實是說一些香港不同的面向 老實說 有很多東西 我們在生活中的感受 又或者對現在的社會形態的感受 我們平時很難用言語說出來 但是用一個故事包住它 其實很多東西觀眾都會有共鳴 上年這個時候 我們見面的時候就是 和學儀和陳海詠和Jace的《隔離童話集》 就是我們的《死亡》系列的三部曲 《死亡》系列的第二部曲 就是下年這個時間 一個香港殯儀的事件 成為一個隻手可熱的天團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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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 請請 請 り